大家好 今天是1月14日 星期四的收市之後 見到恆生指數的氣勢如紅 繼續延續升浪 上星期四也是這樣跟大家說 向上30,000點 不知何時到 不過都快了 見到恆生指數一路大成交 每一天都是日中輕微調整之後 再上升 又再破 這是牛市的節奏 當然股份多到你買不完 舊經濟輪胎波 今天輪到車股稍為受壓一些 見到長期2333 甚至乎失去短線要守的位置 有多少尊弱的跡象 不過吉利和比亞迪算是頗硬 今天反而是新經濟起動 ATM3股份也有半成左右的升幅 騰訊有機會挑戰630元多些的歷史新高 預算都可以 不過我有隻新經濟股份可以推介給大家 就是99232卡 都是做一些線上支付 軟件類的項目 股份初段上市時炒到瘋了 後來就沉寂一時 也整固橫行了好一段時間 今天配合成交 做了一個箱底升穿頸線行程 預算都可以起浪 隨時企穩現水平左右 大約46、47 有機會甚至到53 甚至55元做一個短線目標 大家即可留意一下